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能做到45秒就下线一辆白色Model Y的超级工厂到底找什么样的 上海特斯拉工厂 谈起来 造车从0到1步骤很关键 但也没有那么悬 大体口诀就是一冲二柱三焊装 四足六电七种装 记住了后边考 拆开来说第一步冲压 用最新四伏驱动技术加速空液压拉伸技术 基本全部自作化 简单来说 这里好比是一台定制的钢琴 四伏驱动技术就像是钢琴的琴键 精准控制 发出各种奇妙的音符 束孔液压拉伸技术则像是钢琴的琴键 通过精准的拉伸 让音符更加的美妙 设计建造这个系统的工程师 就是这里的演奏者 第二步 压住 你下单什么车型 就给你压出来对应的构件 压出来的3D尺寸 边边角角都实时监控扫描 差一分一毫都不行 而且这些组件都自带批号 跟身份证似的 可速性把握的是明明白白 硬到哪儿呢 第三步 焊装 差点忘了说 这里全流程的操作系统 不是iOS 也不是Windows 而是MOS 最大的好处是以终为始 说白了 就是在你车型配置确认的时候 后台就自动生成了所有生产要素 自动搬运到这儿 你的全力车身的精密卯和 那是基本操作 三元焊接加激光的焊接 这些魔物双共CD就一个字 短 并且焊接的热量和深度够精准 质量有了 工业机器人全自动化 误差没了 全套技术减少了 废气和废水 防保多了 第四步 涂妆 和女生化妆很像啊 防袖底细层就像是隔离霜 保护皮肤免受外界环境的伤害 紧密层就像填充霜 填补皮肤毛孔 提高妆容的平整度 底细层呢 像是粉底液 让你的面色更加的清新自然 什么 这太复杂了 这还是机操 面霜 金花 乳液 这些我都给大家掠过 毕竟今天咱们是蜻蜓点水 了解为主 第五步至关重要的电池 想一下 变形金刚的能量块是怎么创造出来 从原材料的选择 准备混合 到电机片的制作 组装和测试 全程严格控制和监测 整一个精细两个 电池包的设计增强了散热 降低了重心 开起来有个更稳 所有这些都要到第六步总装车间集合 边框边搂全在收口 看一下数字神经网络的终极形态 视觉足够炫苦 全程自动化遍布 45秒就下限一辆白色的Model Y 你们一定惊叹特斯拉的速度 要知道 从2019年1月开工到2019年12月 第一辆整车下限 那年实现的奇迹是 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 当年交付 这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爸爸海内外的头条 还没完 2022年的8月不到3年的时间 这个厂的第100万辆整车下限 从0到100万辆的造车速度 再次惊掉了很多人的下巴 让绝大部分看见了 才愿意相信的人认识到 这片被科技迭代加持的工业森林 生命力居然如此的旺盛 也许 剧本到这就应该结束了 标题就叫做天下武功 唯怪不破 但你们一定有人想知道 上海特斯拉工厂 为什么会成功 凭什么 带着你们的灵魂拷问 我走访了灵港集团 原灵港管委会等等这些七年前 就与特斯拉深度接触的单位 拜访了曾经参与其中的若干领导 也和特斯拉厂区的员工进行了深聊 答案也逐渐的清晰 是上海这片土壤造就了这片工业森林 是长三角的营商环境 让这种奇迹破土而出 与其说是特斯拉的速度 不如说是上海速度 抑或是中国速度 要政策扶持到位 要高端人才储备 要周边产量供应齐备 要市场潜力 就看会不会 OK 这就是本次探访智能工厂的第一排内容 我是安叔 特斯拉就这么回事 但下一个特斯拉可能不止怎么回事 咱们下期见